2比3惨败输球以后,国际排联深夜却官宣送中国女排惊喜 巴西队空欢喜一场,蔡斌后续崛起,有了更多筹码 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那么聊一聊咱们球队在失联赛第三周当中 首战比赛2比3惨遭失利的情况下 关于国际排联最新的一个更新 而相信这样一个更新的官宣惊喜 也一定能够让中国女排在本次输球以后 让我们能够去弥补在场上一些缺憾 那么让中国女排后续在世界联赛整体崛起 反而是有了更多筹码 而如果你看完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赞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和支持中国女排的球迷朋友 看到直言的这条视频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首先我们都知道在昨天 中国女排是出战了世界联赛第三周首场比赛 那么和巴西女排的对拼当中 中国女排在场上最终确实没有获得一个很好的结果 我们在比赛当中是2比3大比分输给了对手 这样的情况确实不能够让球迷在第一时间感到满意 因为毕竟在第三周 咱们中国女排是带着两连败的一个颓势来到比赛里 所以说球迷们更想要中国女排能够在第一时间打出逆转状态 能够在比赛里去拿下对手 那么给第三周的比赛有一个开门红 既然能够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打出更多信心 能够获取一波四连胜 用一个更好的状态来到后续决赛当中 但是呢,中国女排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显然是没有给出这样的一个答案 而这样的比赛情况就让很多球迷确实有些担心 但是呢,尽管如此 我们说其实昨天晚上 中国女排整体场上表现啊 已经是可圈可点了 那么在场上咱们面对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巴西队 能够和对手打成五局 而且在场上一度中国女排有拿下比赛的可能性 那么也是把巴西女排一直逼到绝境 那么从0比2落后两局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胜局 这就体现出了中国女排 在现阶段在世界联赛当中 我们过了一个中期以后是有着很好的成长 而其次的话 昨天晚上中国女排 我们在多个位置上也是有着很大复苏 像球队的复工 王燕燕、袁新月 在昨天的比赛里 个人表现都是非常抢眼 对吧 那么尤其是王燕燕 他昨天在场上进攻端非常稳定 而且呢,篮防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检验 在场上王燕燕多次去单防对手的扣球 那么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事实证明 中国女排是处在了一个不断去加码的这样一个道路上 在世界联赛当中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调整自己 那么这首先就让中国女排的球迷 能够对后续的比赛看到一些希望 而在本场比赛结束以后呢 其实关于国际排联它的一个更新 也让咱们中国女排 以一个最小伤害的方式 结束了这场比赛 那么为什么说是最小伤害的方式呢 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 中国女排此前我们是以 世界联赛第六名的状态来到第三周的比赛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球迷就担心啊 咱们中国女排在世界联赛第三周 如果打不出好的成绩 那么有可能我们就 稳不了前八的这样一个排名 那么球队最终也不可能来到决赛圈 对吧 那那么这是中国女排球迷最大的一个担心 但呢在昨天晚上 在这场比赛以后 根据国际排联正式的更新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排本场比赛 由于和对手打满五局 所以说我们的积分也是获得了一分的增长 那么目前为止呢 中国女排我们是拿到了17分 而这样的情况呢 就让中国女排在本次世界联赛当中 我们的积分不降反升 目前啊 根据国际排联最新的更新 中国女排是排在第五位 整体17分的积分呢 也是和第四名的意大利队同处一个级别 所以说在此情况下 中国女排这场比赛 我们以最小伤害的方式结束了比赛 而在比赛以后 虽然我们输了球 但我们整体积分排名反而是有所攀升 这对于中国女排后期的发力 确实是非常有利的事情 让中国女排在世界联赛第三周 刚刚开打之际 能够顺利的去稳住前五 甚至说是前四的排名 这就有利于球队在后期整体的发挥啊 那么我们运动员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成绩以后 我们也就不需要再去过多担心 来到决赛的问题 那么在后期的比赛当中 中国女排整体的压力也会比较小 而蔡斌教练呢 他带领中国女排 经过和这种强队的心理 那么咱们中国女排 也能够在比赛当中 获得一个很好的进步的过程 那么让中国女排 始终保持着一个挑战者的姿态 对吧 所以这一切都有利于中国女排 后续的一个比赛发力 让蔡斌在世界联赛当中 带领中国女排打出好的成绩 有了一个很好的加码 所以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以后 那么作为巴西女排方面 她们真的是有些空欢喜啊 虽然说她们在场上赢了中国队 但是并没有对咱们中国女排 带来非常实质性的一个排名的伤害 对吧 那么反而是锻炼了中国女排 整体场上我们的心态 那么也是帮助球队筛选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因此在此之际呢 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通过世界联赛 常规赛这样一个时间段 球队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 那么以备在后续世界联赛整体决赛圈当中 我们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 能够去完成一个球队强势逆转 如果说再去遇到巴西队的话 那么咱们中国女排 我们有理由相信 她们一定能够去击败巴西队 能够昂首挺胸的顺利晋级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聊到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秋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体育新鲜事儿 下一期咱们接着聊